Hello,大家好,我是杨仔 看到我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箱 没错,就是这个佳能的G7X Mark II 是一个网红相机 听说很多美妆博主都在用这个相机 那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呢 因为我觉得平时拍Vlog的时候 如果我拿着我之前的松下的机器 走在大街上 在国内的时候让我感觉很多人都会在看我 然后有一些尴尬 好了,话不多说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开箱吧 到2.8 然后是支持WiFi的 这些它是基本的这些参数 不用读系列 放一边 充电器 哇 就是这个佳能G7X Mark II 很小啊 你看 放在手心 非常的小 充电器 充电线 原装的电池 就这些东西了 好了,既然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开箱呢 登登登 G7X Mark II就真正的 进入到了我开始实用测试的阶段了 具体它哪些参数呢 我已经不想多说了 因为网上都有 最想说的呢 就是因为它没有4K 没有4K 对 只能1080p 不过呢 对我们来说也够了 1080p60帧 拍拍日常生活嘛 你又不拍运动 只要拍运动 这种3000多块的相机 也不太适合吧 是不是 它这么便宜 能有这样的性价比 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的相机了 毕竟是个卡片机嘛 不要要求 这么多嘛 牙膏厂 毕竟如果你让它一下子 把所有东西都给你 价格就这么便宜 那 你让M50 M6 是吧 这些相机 放在哪里 话不多说 那 大家都知道 我喜欢的测评 就是拿到户外 真正去体验它的实际感受 所以呢 现在 让我们一起看看 GCX Mark II 究竟它的实色效果 是什么样的 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这次拍摄的项目 晚安老师 对对对 真的很适合 而且这里接到给我一种特别想叹的感觉 很神秘 你说它老吧 但是我又觉得它特别新奇 特别神奇 这种老的感觉 这种老旧感觉让我感觉它很高级 你知道吗 嘿你好 嘿 YES G7X Mark II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上面不可以装麦克风 所以说 因为那也可能也是考虑到它便携的问题吧 好白有没有 哇 真的是网红相机啊 用这个相机 为你增白了多少分 你老是说 小七 是不是都是你干的 好了 在这里呢 我要设置一下这个照片风格 除了那些自定义的之外呢 我现在设置的是444110 这个适合是颜色直出 那OK 那我按的是保存键 好 那现在我看用户自定义的这一个键呢 然后呢 那看这边 这是偏于调色的 如果你想调色呢 就调成这个样子 011-320 然后是中性的 OK 然后呢 这个是拍自拍的时候 人像模式 然后具体参数呢 是244-2-1 这是我们的 人像模式 这是我自定义的 这个风格呢 更适合于我们 更好的去把这个 佳能相机拍出我们想要的效果 因为都是这个GTX Mark II呢 是不能插这个麦克风的 所以说呢 我想了一个办法 这个呢 网上很多也有教程 买了一个防风罩 然后呢 把它用剪刀切下来 这么小的一部分 看清楚 这么小的一部分 然后准备把这一部分呢 贴在这个麦克风上面 这样的话呢 它的这个防风性能就好一点 麦克风的这个收音效果 应该也会好一些 那我们一起来开动 试试看吧 剪了一点下来 就变成了现在 这个样子 但是呢 中间是要给它搂空的 因为 GTX Mark II的这个 麦克风点在这里 所以说呢 在这边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魔术贴 淘宝上有卖的 粘上去 可以拔下来 好 很简单 大概是这样 减下一点 分别贴在这两边 就大功告成了 好 大概是这个样子 直接粘上去 给它按上去 魔术贴嘛 然后 再用这个毛 然后呢 好了 大功告成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这个也不会影响 拍摄 打开的话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可以这样设置哦 绝对能帮你的 GTX Mark II 在麦克风收音上 有很好的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gi创算 打开的话 其实不再 Zusammen